這週台股行情呈現走高 但一度有挑戰兩萬三千點大關 我們可以看到了外資今天繼續買超台股 而且是連續好多天都是上百億的買超 三大法蘭的進出變化一樣也要看到 當台股今天挑戰兩萬三的時候 三大法蘭今天同步的還是買進台股 外資買兩百四十六億 投信買三點五億 自營商買四十五億 總計買兩百九十五億 但是要注意當外資最近買超的比較明顯變多的時候 投信有在說手 台股越走越高 投信反而買超變少 這一點要留意 但講到外資今天買什麼 看看外資買超前十名個股 今天第一名是群創四萬七千多張 還有中鋼 中石化 華新 陽明 看起來都知道傳產股很多 而且都是低位階的傳產股 因為今天傳產股轉強嘛 比較明顯由第一位階的走高 都是傳產股 另外呢 中信中國高股息 還有包括元大滬生三百正二 哇 這兩天或是說這個禮拜最強的ETF 都在陸港股 還有滬生三百的ETF商品上 這漲勢非常驚人 還看到了野村全球航運龍頭 也是站在買方 昨天才大跌的 今天做了回補買超 1.4萬張 也買了航運股 好 從外資買超前十名當中 請教成龍大哥 看看外資買的動作 今天是買兩百多億 這個禮拜天天買超 也買的蠻多的 台幣也深 所以下週外資還是對這些個股 站在比較可以追蹤的標的嗎 他為什麼買這些 這些個股有什麼特色 我先解釋一下 外資在這一個禮拜的大買 一開始是因為聯準會降糧 那資金就到亞洲 然後後來就是中國放大招 那中國放大招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中國在 因為放大招是四天前 那四天前那個時候開始 什麼三大利多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對股票市場很熱絡 可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完以後 要支持房地產 那不一樣了 支持房地產 房地產是一種實體的產業 跟股票市場不一樣 那所以一開始外資的買超 譬如說你看前幾天 台積電買很多 因為如果你這個資金一進來到一個股市的話 因為有的時候你是大中華一起看 那譬如說你什麼阿里巴巴 騰訊在漲的時候 這個亞洲重要的全資股沒有幾檔 那台積電也跟著漲 可是到今天就可以發現 他漲的就是跟房地產有關 就跟前幾天不一樣的內容了 今天你看什麼中鋼中石化滑芯 縣藍的 甚至一些因為你需要蓋房子要原物料 散裝航運也開始漲停板了 所以今天的整個主軸 你會發現為什麼傳產股突然冒起來了 怎麼大陸就是救了四天了 怎麼今天才漲傳產股 原來是這個樣子 看看這些都是傳產股居多 尤其是低位階 你看滑芯夠低吧 中石化夠低吧 中鋼夠低 還有最近比較夯的是航運股的陽明 剛剛你也提到了 航運股的部分也可以留意 最近幾天是貨櫃三雄在走高 連散裝航運都帶動 今天外資買了這個野村全球航運龍頭 因為這我們知道這是台灣的 唯一黨很純的光鎖定航運股做的這個ETF 前幾天溢價20%突然隔一天跳跌 今天外資又大買 所以下週航運股還有繼續供的空間嗎 因為昨天大跌原因是因為 溢價太高了 那修正回來 外資就覺得合理了 買它 因為貨櫃現在有幾個利多 第一個是碼頭工人要罷工 下禮拜 老實說碼頭工人罷工 應該是對長榮跟陽明 這種遠陽線的有幫助 可是你會發現最近漲最多叫萬海 那萬海大家都知道 他經營的就是其實簡單來講 就亞洲線 那現在中國就救市 然後再加上東南亞 印度本來就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最熱鬧的航線 反而是在亞洲 所以是靜陽的 對 靜陽的 所以萬海漲最多 那如果你再去講中國經濟復甦 對原物料的需求的話 可能接下來你又要看散裝航運 所以你看今天新興漲停板 或者說像什麼玉民 中航 這些表現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的航運股 你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去注意這種散裝航運 好 瞭解 這是外資買超的部分 投信剛剛講到 臺股越走越高的時候 投信反而買超變少了 今天只買了三億 那買什麼呢 第一名日月光在聯電 臺灣大國票金 華興 鴻海 智茂 廣達 惠陽 KY 也有買護身三百正二了 不過這買超的動作裡頭 請教明漢你怎麼看 整體架構來講兩個原則 第一個部分來講 金額稍微變少 第二買的個股 通常是比較反運行的個股 包含日月光 聯電 然後可以看到鴻海 那廣達其實目前來講都是 要嘛就是相對比較穩健 要嘛就是位階偏低 簡單來講看起來投信 沒有要攻擊的味道 那加上說下禮拜一開始 剛好下禮拜一又是這個 所謂的祭底最後一天 認為短時間有機會作帳 但是可能都進入十月之後 可能又會走比較穩健的腳步 只是在最後結帳的時間點 這其中買超的 包含華興跟惠陽的部分 剛好最近相對比較強勢 我認為說下禮拜一的時間點 這種比較強勢的個股 應該都還是可以多多關注 好這留意最近剛剛買的會不會在最後一天結帳的時候 有技術衝高的空間 看看聯準會降息一週之後的成績單 全球商品的資金表現 就很明顯資金往哪裡走 我們看到了 亞幣的部分 尤其東南亞貨幣最近好飆 馬幣泰銖都走高 而且在短短一週之內大升 連泰國的央行都出面說 如果再這樣升上去不理性 泰國央行會出手干預囉 他發現到這個泰幣升得有點太猛了 另外澳幣也升 人民幣也升 台幣也升 反而貶的是美元英鎊跟日元 日元本來貶很多 因為今天下午看到了新的這個日本首相石破茂 正式的來擔任首相 所以有人說他會是比較緊縮派的部分 所以導致日元突然的急升 才讓原本扁很多日元突然扁的變少了 好 另外呢 油價在跌 但金價漲高 比特幣漲高 看起來漲最高的是金價跟比特幣 好 立刻請陳龍大哥上來告訴大家 這就是降息一週之後的資金流向 可以看得出來什麼特色嗎 對 其實這個完全符合 這個美國降息之後的狀況 我們之前曾經跟各位講 就是說你看過去兩年聯準在升息 可是股市表現是不錯的 那現在大家期待就是說 看聯準會降息以後 會不會股市再繼續漲 那可是從資金流向來看 你從嘗試判斷 當美國開始降息的時候 美元就跌了 那美元跌了以後 如果我是大資金的 我假設我有100億美元 那我放在那邊的話 我就賠錢了 所以我一定會想辦法逐利 資金是逐利的 哪裡有錢之後我就往哪裡跑 所以你會發現 我之前就往東南亞跑 所以回到剛才那一個表 你會發現之前東南亞的 這個貨幣漲很兇 但是我要特別跟各位講 這個是還好 這是降息以後的表現 是 降息以前已經升很多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鐵匠了 所以早就資金往那邊跑了 但人民幣反而是最近才轉強 就是他放大招以後才才轉強 那臺幣算是沒有表現那麼強 雖然我們也是亞洲貨幣 但是我們沒有跟得那麼緊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會跟著他 可是我們也要跟著他 因為他是扁的嘛 所以我們感覺上就是剛好在中間 是 好 那日元我要解釋一下就是說 日元這一個禮拜很明顯是 濃濃的政治位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看 日本新的首相是誰 那之前比較偏向於比如說帥哥 小泉進次或者這個女首相 這個高氏找苗 那以前他們的護身很高 可是今天下午以後就確定了 是石破帽 那石破帽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他是比較偏向於緊縮那一派 那緊縮那一派 那當然對日元生殖有幫助 所以日元又生回來 那未來到底是怎麼樣 這有待觀察 那包括郵價 郵價是比較特別 是因為傳出 傳出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他已經覺得我要搶回四占率 所以他可能會增產 增產所以郵價下來 那金價跟比特幣 比特幣這本來就是美元的反向 所以呢這個他們的上漲是合理的 所以看起來 這是降息一週之後的一個反應表現 但是亞幣的升值 其實不只是這一週 在降息之前升更多 所以呢 這對他們的這個國內出口 都有很大的壓力 他們說觀光業的最怕升值嘛 所以呢開始有泰國的央行就出來說 我要注意了 我要開始針對這個一直讓我升值的這個動作 我開始要開始做干預了 開始注意到 好 那當然講到說 現在全球央行 當然包括了美國 然後包括中國 都開始變得寬鬆 尤其這個禮拜的中國 那這樣的情況下 讓股市繼續衝高的空間 跟這個資金派對 可以持續多久 對 其實大家了解 就是股票市場的上漲 他絕對是靠資金的流入 這一點最重要 就是說我們在研究總體經濟 其實就是在判斷資金要怎麼留 要從哪裡留到哪裡 那當然你從教科書上面的解釋 就是說降息是有利於股市 有利於經濟 過去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牽扯到國際資金流動 有的時候要打一個問號 怎麼講呢 譬如說聯組會降兩馬 啟動降息循環 這個美股力多啊 可是老實說 你如果看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國際股市表現最不好的 反而是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裡面又以科技股 納斯達克表現最不好 道瓊反而創新高 S&P500是被道瓊帶動 但是納斯達克表現沒有那麼好 譬如說輝達的表現也沒那麼好 就是說感覺上 就是說大家的焦點都在這邊 可是你會發現 漲得比他多的太多了 東南亞股市一堆 包括中國股市 今天我看到一個統計資料 他說光這幾天這樣漲起來以後 香港股市今年的漲幅 竟然超越臺股 臺股之前 我們還很自詩說 我們是今年2024年裡面 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 但是我們就在這一天 被香港追上 你看香港才幾天而已 就追上我們了 所以感覺上就是說 有一點資金在大挪移的一個狀況 那我再繼續講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之前在降息前 很多人就說什麼 買美債是送分題 對啊 所以大局的資金都在買美債 因為臺灣的美債大部分是買長天期美債 尤其什麼二十年的美債 那長天期的美債理論上來講 降息兩碼應該要升 我所謂的升是應該要賺錢的意思 結果後來發現了事與願違 因為發現了這個殖利率反而往上跳 價格是往下跌 主要原因 剛剛很多的專家都在過去這一個禮拜解釋過 我也就不多做贅述 那我這個地方只要再提出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為什麼長債的殖利率會不降反升 你要考慮到這個因素 這個因素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以前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 什麼這個長債殖利率 從殖利率曲線走平 甚至未來要變政協率 這個角度去考量 但是如果我們從美國的債性平等 這個角度考量的話 那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的總債務是35兆 那想也知道未來一定是以債養債的份 就是說我現在的每一年的利息支出 我光付這35兆債券的利息支出 可能就八千億美元 那可能未來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一直增加 我可能接下來光利息就一兆 甚至再長一點邊一兆五千億 那一樣這些錢我也沒有 我我我去磕稅也好 我去從哪個地方來 畢竟來講這比較少 所以我最後還是發債 所以你會發現我我利息越滾越高以後 我發債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以前他講說每三個月 債務就增加一兆 未來可能每兩個月就增加一兆 抱很開心 抱我說我們現在美國的債務 哇一發出去好多人愛啊 我變現能力很高 我對經濟很好 但是如果這個數字35兆 一下子就40兆45兆的話 持有債券的人絕對會擔心 你想想看嘛 你你你你借譬如說凱銘我借你一千萬好了 結果我發現你你跟在座的來賓都借了一千萬 那我第一個借你一千萬 我會緊張啊 因為你哪有那麼多錢可以還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發 你美國政府當然他有 他的一個發債的必要 可是就債主的角度來看 你這樣一直借不行啊 所以這個時候信平機構目的 目的算是三大家裡面最大家的那一個 他是現在唯一還給美國政府債券3A級平等 還購給面子 對 但是他最近也提出提醒了 新的美國政府你需要實質減債 也就是說你你不要再給我以債養債下去 所以你如果接下來沒有實質減債的動作的話 我可能會給你降評 大家要知道 如果美國公債被拉掉3A級的這個平等的話 那是天大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也會反映到常債殖利率 這個殖利率現在假設是3.7 隨著你的公債的總額一直在增加的時候 我可能到時候變4.3 甚至到5個percent都不可 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你現在投資 長期債券的風險 除了我們講殖利率正常化的角度以外 美國的債性問題你要特別的考量 要特別留意 要特別注意 好 再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政治問題 在40幾天 美國就要換總統了 一定換嘛 因為敗都沒有要選了 那如果是川普 大家這個皮要繃緊一點 因為之前一個多月前 他對台積電就曾經指指點點 導致了台積電股價大抵 所以今天如果川普選上的話 因為他最近提出一個概念就是 新美國工業主義 好那他的意思很簡單 他要把美國打造成一個像50年前 這個100年前一樣 世界工廠 他現在不是嘛 那你要把他打造成是那怎麼辦 那我就能從本來的工廠把你拉過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要打壓你 然後呢 讓你們跑來我這邊 要嘛你來蓋廠 要嘛呢 你就直接在我這個地方投資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對於本來的製造工廠 譬如說亞洲 對我們從東北亞到東南亞 現在都是世界工廠啊 對不對 如果今天都要拉到美國的話 那問題很嚴重 所以這件事情 對亞洲的製造業絕對不利 當然也包括臺灣 好到下一頁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就是說 最近大家一直在關心美國的經濟 其實我覺得美國經濟先不用討論 你就看美國以外 其實每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狀況都不好 譬如說歐元區來講 他的PMI四十八點九低於五十 尤其德國 德國最近的經濟真的是慘到不行 所以從這個俄乌戰爭以後 因為以前他是大量的仰賴 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們冬天冷需要天然氣 那以前跟俄羅斯買很便宜 現在俄乌戰爭以後 哇這個價格就很貴了 所以這個德國目前經濟很不好 那法國也是辦完奧運以後 現在也是出現問題 你看那個法國公債殖利率 理論上來講法國是先進國家 可是他的公債殖利率 竟然跟義大利差不多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大家對這個國家的經濟體的表現 其實是有一點問題 那所以這就產生了 連續降息的機率就變大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的美元 為什麼該弱沒弱 因為歐元比他弱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歐元走弱導致了美國 最近美元指數本來有一度 扁破一百變得九九點多 後來又拉起來了 原因是因為歐洲傳出要連續降息 因為他之前有講說 我沒有要更早降 對對對 但是現在開始有點鬆動 好那再來講美國 美國開始降息了以後 換日本 那日本我們該講的是 石破帽 石破帽講的是政府的部分 他算是政府單位 那我們看貨幣真正大 是看央行對不對 那我就用池田河南 可能前兩天講過的話 他說美國開始降息了 所以很簡單 因為他降了對不對 所以我的日元 理論上就會升值了 如果我要讓日元升值的話 其實我什麼都不要懂 我也不需要升息了 所以他的意思說 我有更長的時間去調整利率 慢慢來 對 可是現在多了一個石破帽 又不一樣了 怎麼做 石破帽是日本的政府 他負責的是財政政策 那央行的是植田河南 我覺得現在如果植田河南加石破帽 那真的是石破天青 怎麼講呢 因為因為你要知道 以前央行除了考慮到國外的這個觀感以外 還要考慮到國內的壓力 因為你要知道日本政府是持有日本債券 最高的最多的 如果今天日本的債券升息 那是不是對於日本政府就是一大災難 因為他要付很多的利息 你每升一個百分點 你知道日本政府要怎麼付 那如果今天換了一個日本首相 他覺得說 為了日本的長遠發展 我願意付 在財政上面 我願意去吸收這個利息的話 那我相信植田河南升息 以後就更沒有障礙 會更猛一點 就更猛 對 所以這一個石破帽 為什麼一上來以後日圓就大升值 原因就是想像空間 很可怕 日本可能會走向真的緊縮政策 那這個日本的緊縮政策 如果真的走下去的話 那對於國際經濟是不利的 因為今年的七月底八月初 就是因為日圓升值 所以國際股災 國際股災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注意的 今天要注意 今天晚上這美股的變化 因為日股的期貨盤 有一度大跌 對日本期貨盤 現在已經跌兩千點了 所以到底會怎樣 下午的時候 對對對 好那我們回來講中國 中國這一個救市 真的是全方位 這是從中央到地方 從央行到各個金融機構 全部都全方位救市 那這個全方位救市 我們講經濟的部分 經濟救不救得起來 原因是兩點 你去看房價還有民間消費 因為你主要要救這個東西 對他為什麼這一次的 這個救市裡面 對於房屋 譬如說什麼 你去買房子 這個手購 這個就是他的自備款 15%就好了 降低了 15%就好了 然後利率也降低 跟我們不一樣 跟我們完全顛倒 你已經貸款了 你你是他們叫存量房 存量房的貸款 也給你打折 變成減0.5% 0.5%很有感 那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刺激消費 因為我如果錢都花在房子上面 我就沒有錢去消費了 因為他們現在消費降級的很嚴重 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 就是蜂擁而入到中國 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 就是說資金是逐利的 雖然我們都知道 美國的AI股 這個很有看頭 未來也很有想像空間 可是如果相比之下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未來AI在兩三個月之內 沒有比較大的突破 還是在輝達在black whale的話 那我可能我是投資銀行 我可能就會接下來 先考慮一個新的亮點 畢竟來講中國這個是這兩三天的事情 而且看起來他真的是長得很猛 所以狀況是這樣 所以今天你會發現 連台股都被感染 台股以前的中概股 對比較重視的是一些新AI 什麼什麼細光子 什麼COAS 最近也全部轉向 這個傳產原物料 鋼鐵塑化 對鋼鐵塑化 你最近看那個鐵礦砂的價格大漲 然後這個銅價大漲 那零售消費 零售消費呢 譬如說像我們今天有一檔股票叫中租 中租敵核 中租敵核就是做租賃業 那租賃業呢 他很大的發展都在中國 那中國如果消費起來的話 他當然也好 所以今天盤中一度亮燈漲停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這個就是一個方向 而且說一句實在話 對很多大資金的來講 他會覺得這種低基期 而且呢 充滿很安定 我資金進去就OK 然後最後做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 除了美國以外 其實很多的經濟體 都面臨經濟不是很好 或者你需要花大力氣去救死 所以這個經濟衰退的狀況 如果連美國自己都不行的話 那大家還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你會發現最近 譬如說你去看YouTube 或者很多的影片 這個講到債券投資 那個點閱率都特別高 因為大家慢慢的已經被財商教育到 好像在降息循環裡面 應該要投資債券 所以債券雖然短期內 我們剛才講說什麼 藏債殖利率不好 對 但是你還是會有那種 越拉回 越想買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未來的一個主角 還是可以留意 好 謝謝成功大哥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了 當然這樣的情況下 市場很關注 現在資金往哪裡走 這是我們接下來 第四季要抓到的方向 帶回來就告訴大家 到底現在在九月份 很多武功高強股 非常高的變化 在今天有沒有改變 那現在看起來 有很多臥底殺手 在今天串出頭來 那十月份的行情 誰會在這裡當主流 誰在這裡當主角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